第28单元 光五星 维东汉 四百年 终于现 魏蜀 征汉顶 号三国 七两晋 汉光五帝刘秀 复兴汉氏 推翻王莽 建立东汉 汉朝延续了四百多年 到汉现帝时灭亡 魏国 蜀国 吴国 互征汉朝天下 历史上称为三国时代 一直到晋朝兴起 三国灭亡 才结束纷乱的局面 而在三国时代 蜀王刘备为兴富汉事 不惜三次拜访诸葛亮 请他出山相助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顾茅庐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三国时代 群雄歌剧 硝烟四起 刘备为了实现 复兴汉朝的愿望 每天都烦恼不已 当他听到龙中这个地方 住着一位隐士奇才时 立刻带着官女 张飞直奔沃龙港 请问沃龙先生在家吗 您是 哦 我是新野的刘备 拜访先生来了 可是先生一早就出门去了 啊 这么巧 无功而返的刘备等人 只好默默地离去 刘备回到新野后 仍经常派人去打探 诸葛亮的消息 当他得知 诸葛亮回到了家中时 刘备立刻流露出 兴奋的表情 太好了 这次一定可以与他见面了 大哥啊 外面天寒地冻的 还吓得大雪呢 我看我们改天再去吧 三弟要是怕冷 我跟二弟去就好了 不 不 我张飞死都不怕 还会怕冷吗 我也要去 于是刘备三人又冒着风雪 进入了沃龙港 没想到赶到了诸葛亮家时 发现他又出去旅行了 刘备失望的心情 真是难以言语 难道我刘备真的和先生 没有缘分吗 无奈的刘备只好嘱咐童子 他还会再次拜访 第二年春天 刘备 关羽和张飞 又一同赶往沃龙港 请问有人在家吗 啊 是刘大人来了 请问沃龙先生在吗 在啊 先生在睡午觉呢 我去叫醒他 不不不 不要去叮咚他 我在这儿等候先生睡醒 刘备等人便静静地在门前等待 哎呀 哎 门外是什么人呢 先生 刘备先生已经在外面等您好久了 哎呀 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呢 快 快请先生进屋里坐 是 于是 诸葛亮在小屋中 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 并提出战略 先生满腹经纶 若能出山相助 将能拯救天下苍生百姓啊 这 哎 我喜欢在山林间自在地生活 实在不太想过问世事啊 先生不肯出山吗 那天下苍生恐怕要继续受苦了 诸葛亮见到刘备这么诚恳 内心深受感动 终于答应他的请求 成为蜀国的军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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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